前妻 其實是真的 因為我們27樓另外有一間房 但是27樓房我們沒有出過鏡 因為27樓房前半段的時間 就給了張雪芹住 因為張雪芹住在洛杉磯 回到來就遲了 我們是先拍張雪芹的電影 因為她過了去拍另一套 獨立電影叫做 想見到 想念你 想念你 看見你 想念你 看見你 想念你 做女主角 她走了之後就輪到我住 因為我住在長洲 拍戲 經常要出來拍就浪費時間 後來整個拍攝期間都住在這裡 主要就是這樣 這裡用了這麼多地方 其實一元都沒有收到 在這裡拍了五天 只拍攝都不進 不算之前籌備 因為你現在看到房間 木野一進來就說 本來是一張床來的 怎麼變了一張桌 其實真的是床來的 我們的美子張就變了一張桌 其實前後 我想用了至少七至八天 就算我們 例如我LOW TV的訪問也是在這裡做的 如果你說計算錢的話 其實我正常來說 是三十至五十萬 我們就省了三十至五十萬 為什麼要選這裡就是這樣 當然 當然 我一上五樓走出平台 我就馬上覺得 無論如何都一定是這裡 因為一走出平台就看到 就看到榮和豪 然後再望遠一點 看到我們這個位置 其實我一看到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我們可以拍對望 拍對望 拍對望這個姿勢 其實如果看荷里貝軒 看得多的 就是羅伯地利路路做了很多次的 就是年輕人你看著 我看著你 其實 吳兆軒在那邊很不耐煩 另一轉頭 其實都在這裡拍 當然要偷拍 而蓮香那個鏡頭 其實正正 就在紗菲拆開門樓下 就叫邵竹行在現在的車 就是這條 那一段尾 即是直車那個位 就叫他走過來 那時候是五點多鐘的 大概下午五點多鐘拍 因為五點多鐘 他們才會開了燈 而且開始暗了 那天 我很記得那天在這裡拍 這個鏡頭的時候 讀可鋒 即是那個鬼佬攝影師 是剛剛喝完酒下來 醉下醉下 然後我們很多攝影師都認識他的 我都認識他的 他打招呼 但他都不知道自己在什麼 然後他繼續滾到下面 好